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肆意妄为 妄议中央 干扰中央群势 野心膨胀 公器私用 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 品行恶劣 匿名诬告达人 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纪律 频繁出入私人会所 大搞特权 作风粗暴 专横跋扈 违反组织纪律 组织谈话寒寻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违反连结纪律 以权谋私 收钱敛财 违反工作纪律 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 以权谋色 毫无廉耻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扑哥 身为党的高级干部 理想信念缺失 毫无党性原则 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 四个意识 各个皆无 六大纪律 相向违反 是典型的两面人 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支持 问题严重集中 群众反应强烈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 性质十分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扑哥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及所涉款物 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把这个无比光荣的 无比闪耀的 世界最标准 讲的方法给我 其实呢 有很多朋友 比我做得更好 更标准 但是命运之选 却旋旋垂添于我 我真是很幸运 我要感谢共和党 感谢川普总统 是党教育我 要我不为艰难 永克典族 一个要脸的人倒下去 无数个不要脸的人站起来 正是因为有我们这么伟大的 光荣的 正确的共和党 有我们这么英明的川普总统的领导 才引导我 从无数不要脸的声音中拖光 拖进来出暗骚 今天我获得这个无比光荣的 世界最不要脸奥斯卡奖 我想 它并不属于我 它首先应该属于我们的党 属于我们千千万万 为了不要脸事业而奋斗 在同事和伙伴的关注下 我走出了阴影 我奋发图强 学习各种脸皮后书籍 客服钻研 各项不要脸技能 我发誓要做一个世界级的不要脸大师 我只是在每次不要脸后 积极总结要脸时的失败经验奖 努力克服不要脸时的恐慌心 争取一次 比一次更加的不要脸 雄关漫道 真无情 耳筋耐负 红头月子 今天 这个世界最不要脸奥斯卡奖 是大家对我之前不要脸工作的充分成绩 更是对我以后不要脸的鞭策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 我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努力把不要脸工作做得更快 在以后的不要脸工作当中 我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尽职尽责 虚心总结要脸失败经验教授 不断地提高自己不要脸的技能 世上没有最不要脸 只有更不要脸 我要在追求不要脸的这条路上 坚持打得领导 努力实现三个不要 滋滋以求 虚心请教 为世界的不要脸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